情況是說他對我們比較容易認識一點 但其實那個背景就是古代原來 我們以前和中國都有分 古代史和現代史 是的 沒錯 近代史 我們這次講述明清時代的文藝創作 我們剛才講到從承接古代又要有一個新的方向 在明清時期來講實在是很大的變化 為什麼很大的變化呢 跟以往真的尤其是文藝創作方面是很全身性 第一就是小說 通俗文學 因為以往的社會制度可能就比較規範化一些 而普通平民百姓的東西有沒有呢 是有的 但他不記錄 基本上是不記錄 即是不採取歷史上的記錄 但去到自從那個 我的看法是自從原朝外族入親之後 就不同了 就將那個所謂世俗化的東西 就變成了很普遍性的東西 就在這裏有一個最大的轉變 那袁明清說 袁朝打破了那個 我們中國的所謂的秦規道具那個 那個社會那個面貌之後呢 所以明清時代就變成一個很 很細俗化和通俗化的呈現出來 都記錄了 都記錄了 還有呢 就是受到 所謂現在我們說的民間群眾的影響 其實呢 這個應該說回轉頭 從宋朝開始 宋朝因為呢 是完全沒有抑制商人 即是說沒有一個叫做 政府介入的商業活動 在以前有的 開到宋朝以後呢 就叫做宋朝 就全部開放 只不過就說 就是嫌啊 嫌這些鐵 這些關於那個可能是鐵力軍事 統治軍事和財政 嫌就是怕那些商人控制來到台價 其他事情基本上 很開放自然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呢 去到明清呢 那些小說啊 文藝創作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幾本小說 是最出名的了 《西游記》 《金平梅》 《遼齋》 《三國與二》加起來 四大小說 其實還有很多影響很大的文學創作呢 我們都可以提一下的 武俠小說 還有一本叫《余林外史》 《余林外史》 就是講那些文人的命運 這幾個是很重要的 《余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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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全面性,教育全面性了 很多的書籍、百科傳書或什麼都流通了 有信息流通就完全不同了 那些人可以知道、認識到 他可以想,可以想一些計劃出來 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你想想西游記為什麼這麼流行呢? 因為他少許宗教背景 而且又說得很生道 又很人性化 一定有些人蠻皮的,好像孫悟空 一定有些人像朱八戒一樣想偷懶 一定有些傻佬好像沙真不斷做事 什麼都不理 什麼都有在世界 他能夠將人性扮演不同的角色 寫在小說裡面 我那天在電台上講 分析這三個人的性格 其實唐僧三種性格都有 為什麼? 他又很積極有本事想去取激 這個孫悟空 但是他有時候可能不受任誘 你知道嗎? 唐三藏去取西經的時候 居然有個國家的皇帝說 你留下,不要他 我給妹妹娶你 娶你做老婆 然後你做皇帝 接受,因為我沒有兒子 他也不肯定 他也不肯定 他想著想著不肯定 他也不肯定 這是引誘的 人也會受引誘的 但也會像沙真一樣 很努力 都是要去做事 很勤力做事 所以人性有時候是複雜的 有一個外面的小說 被你投射 這個就是我們看書 是什麼? 投射你的 為什麼感情呢? 就是投射了下去 另外一個投射是什麼? 金瓶梅 金瓶梅 大家都說是任輸 但是 他前面什麼作用 或者怎樣都好 他最後一個終結 都要什麼? 不能夠負任負道 就是說 我們不要學他那麼衰 這個就是傳統 我們叫什麼? 講故事 最後那句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 是不是? 我們以前的故事是這樣說 是我們那個 很出名的 你我 這個故事 你教訓我們 什麼什麼 當然是說好東西 引導人向一個好的思維 現在不是的 所謂叫做自由的世界 還有很多其他的 如世名言 或者拍案驚奇 講什麼? 那些人去海外貿易 哎呀 很幸運 就支付了 這些小說 就變了在那個人 尤其是低層的社會當中 發揮很大的作用 就是說 他們不用一定要去做官 但是你可以去經商 你可以有人生的一個尋找 連結的命運 是很像人的 我們曾經提過 在明朝 因為本身背景有這個思想 你人是自由開放 你可以不一定要去打工 你可以做生意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原來外面有個世界 明朝末年的時候 很多全教士 都說 咦? 我們可以去外國做生意 可以發達 發達之後當然是舒服一點 生活上 怎麼會改變自己? 有很多呢 就好像 好 取笑式的 來破壞了 我們以往的規律 把神聖的東西打破了 輕鬆一下 開心一點 你看書做什麼 人生做什麼 有些事情要輕鬆一下 事實上是 一路由唐 看唐宋 我們都是講一個道德規律 很嚴格的社會 去到明朝就開始這樣打破 而這個 所謂通俗的文學 影響很大 雖然我們仍然是 講法復程 子復禮 但是其實你想想 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 遼齋志義 小說 講很多 那些 月禮的故事 我們都講 甚至講的 那些人 就是 靈魂 死了一些鬼魂 怎樣的對話 他們埋怨 現實社會 那些鬼都埋怨 為什麼打仗 為什麼你那些人欠什麼 你要打仗 我就死了 我做兵 或者我做平民 就因為戰爭 我無緣無緣無故死了 如果你不打仗 我多好 我安居樂業 或者我讀書很聰明 我再考考功名 或者我聰明做生意 在那個情況 它是反映了 其實 人民的心聲 小市民的心聲 那些便受歡迎 所以遼齋到現在 很多電影都做過題材 為什麼人家會繼續看呢 其實這些題材是永恆價值 因為人不仁正就是這樣 那些上層的人 又說去打仗 又說去爭 爭名爭利 那些普通小市民 為什麽 為什麽 所以這個是 長期都是有這樣的 需求 另外呢 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 是中國 體裁的 很特殊的 一個特殊性 但其實都不是完全 不外國沒有的 我覺得有什麽 羅賓漢 羅賓漢 但是中國的武俠小說 就變得多元化一些 那當然 又要練武功 去大師學藝 練一身武功 才去祭世 恒合仗義 魯信講 我們在中國小說史就講 是合仁小說的清 正接著宋人話本的靜脈 故平民文學之七百余年 而再興的人 在宋朝呢 其實就有些叫做話本 話本齊齊的講故事 因為我們講的 那時候未受重視 就沒有人去寫低它 去到明朝 不是了 寫低了之後 可以大量印刷 甚至買錢 有商人做的 因為有經濟效益 所以武俠小說 就可以成為一家之業 成為一個項目 受到所謂的 靜脈 靜靜靜靜的出版 去給人看 另外一本 另外一個 湯顯祖所寫的《卯丹亭》 又是大受歡迎 甚至無呢 現在我們講的 很多戲劇 或者是劇才 其實都遠見於他 他講到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 生者可以生 其實人類 我以前有一個前輩說 他說 人是什麼 人是減情的動物 原來人呢 是什麼 是有感情的動物 除了動物性之外 就是有感情的 是很特別的 但這種特別呢 是因為有七情的 有喜怒哀樂 有一種什麼 癡情 癡了 癡了 不可以 是喜歡那樣東西 這麼有趣的 那就產生了很多 不同的故事 這就是人呢 是可以去到 加以描述描寫的 我不是這樣的 人家是這樣的 人家是這樣的 我不是這樣的 就在那個 人的感情交流當中 去到表達 所以那些 我們稍後會講到 那些戲劇 都會在那裏表現出來 最基本 最原始的就是 昆曲昆戲 昆劇 現在叫昆劇 或者昆劇 他又分所為兩個部份 花步 也叫雅步 花步就是 講 聲鼓 講他表達的東西 雅步就是指他 曲詞的描述 很優雅的 所以我們講以前的唱戲 任何的劇種 坤曲 經劇 就算講到粵劇 那些字都很好的 很文雅的 什麼是充足一點呢 藍音 藍音 它的內容 就是軸的 文字都軸的 為什麼 它是一般平民百姓 講說話 講說話 就變成 我們現在叫 rap 鬼佬叫 rap 藍音就是這樣 為什麼藍音會唱出來 其實將它 少少音樂化了 所以它不是修飾那些文字 它是修飾那些音調 就唱出來 但是粵劇那些不同 昆劇那些不同 它修飾那些文字 就變成文雅 它另外說 唱刊 花步 為什麼 花巧 它唱出來 所以 基本上 仍然是走雅的部分 雖然那些 戲劇 男音唱的場地 是否比較低俗 不是 唱地低不低俗 是你個人的報警 為什麼我們覺得它低俗 因為那些盲人 盲人就容易學男音 他學了男音 做什麼 獻唱 去唱 因為 你講恩賞 講到 如果瓦 瓦太瓦 瓦太瓦 你如果一個普通知識 或者沒有什麼知識的人 你真的可能 不太會聽它 唱什麼 就是內容 你知道他唱 唱帝女花 帝女花是什麼 皇帝 要解話給你聽 但是男人不是 男人可能唱 我說 我啊 去街上買東西 遇到一個美女 他講一個很普通的 用一些文字 你一講你就明白的東西 他就去唱 還要到處去唱 因為那些盲人 到處去演唱 就為了什麼 為了要賺錢 男人沒有舞台給他表演 他就是流水作業 現在等街頭演唱 是的 街頭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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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演唱的男人 周圍街頭演唱 他就去賺錢 所以你說他 背景認識不要緊 有一個杜榮老師 以前唱男人很出名 就是我們小朋友的年代 五六十年代 那些茶樓請他去唱 都很漂亮 很骨子 就是因為那些茶樓 中午過後 下午茶時間 現在下午茶時間 沒有人喝茶 他就有空 他就想到 請杜榮老師來唱藍音 你坐下 就抽茶錢 點心就沒得吃了 收你茶錢 或者叫點心 另外再計 諸如此類 起碼他有個人在 他的場地 在使用中 沖一下茶 賺錢也好 旺下場也好 所以那時候 南音都很 公上的 聽南音的人 聽南音的人 長期播他 長期有個節目 因為有人聽 其實每日有市民聽 他就播了 整整一下 西化了 男音都沒人聽 就剪了節目 杜榮又不在 那就拜拜了 其實 沒事的 就是一個 你說那個 南音 他因為 很自然的音韻 可以說 講話當然是一首音的 還有 我們講 不知道你聽過沒有 唱龍舟 唱龍舟 我信德人 原來信德 就是唱龍舟的 那個大基地 不是他發明的 唱龍舟 又是南音演唱 演變而來 我小時候見過 有一個人 弄一艘船 龍舟船 其實就打鑼打鼓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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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他就叫他走了 還加上馬奸 有些有馬奸 有些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沒有馬奸 他去到店舖 他就在那裡唱 不時就走 他有心就阻礙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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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說 咦 這樣的情況 別人覺得你就低下了 對不對 你也不是演唱 你博猛在那裡 想流風黎善 那就叫做唱龍舟 這樣就不好 其實不是的 在信德有人把唱龍舟的錄音 做了文化遺產 那他內容是說什麼 當時的時事 新聞 是說那些東西 在榮樹頭底下 正式來說 唱龍舟在榮樹頭底下 那些小孩子一人來聽 聽完之後 大家給一兩毛錢 給他賣場 街頭賣場 榮樹頭賣場 那時候唱龍舟 這就是後來的演變 所以我們就說 唐詩 宋詞 去到明朝什麼 戲曲 變成了戲曲 更加另外一個演變 戲曲就一定要 生動得來 雅得來 要根據音調的唱腔 那你如果是俗的 也要跟著那個音韻 容易去唱出來 容易聽到順口 好 馮夢倫說過 我欲立情教 教會諸眾生 能夠在那些歌詞當中 產生所謂感染力 教化的俗路 所以 剛才說 我們都是 文以再道為一個傳統 這個文就不只是文章文字 你可以戲劇 歌曲都可以 在那個情況 就令到我們的人 在那個 小孩一開始的同心 都是維持著一個高水平的思維 我們說的靈性說 即是我們人說 我們的靈性 是要受教育 要受滋潤 這個滋潤 我們在那個文章當中 雖然是普遍化了 但是基本上不想他 即是 留去一個 太過 灰淫那種的做法 那些叫做 偷情的故事 我們其實 人是喜歡看的 但是不想他太過 即是說 這種是對 變成一個 戲劇化的做法 我想問 譚詩 宋慈 那些都是文學 那些 到明朝 那個 昆曲 孫文學 都是文學 讀書要讀的 不是 因為他 他留於一個 半雅族共賞 讀書人 就不是他專門去讀 但是呢 他會去聽 他會去研究 有些去作 因為 你作的那些昆曲 那些內容是什麼 就是說 那些文字要好 要好是正的 你要讀書人才寫得出來 即是我們講的 那些粵曲 現在那個 寫了四百多 那個粵劇 是誰 唐迪生 很好文學 寫了四百多的粵劇 粵劇 粵劇 那又怎樣 那些文字要講究 他讀書 就不是讀粵劇 他讀書 是讀普通基本的書 但是他有這個基礎 才可以寫到粵劇 但是現在我們講了 正式文學 中文大學 有昆曲 這個科 去讀的 那就是等於去研究它 去讀它的內容 成為 可以說正統的文學 因為其實我們講到 現在明朝 都未正式 未正統 去到文學 就將戲劇 成為一個很正統的東西 去學習 因為我們講 由宋朝的影響 都認為這些是邊緣化的東西 這些是欣賞的 這些是文化 不算一個學問 未將它歸納去的學問 現在我們後人 歸納了一個文學的看法 當時來說 就認為它都是俗 俗 那經劇 經劇 要到清朝才有 是的 坤曲 就說坤曲 明朝也有了 要演變 就是 我們講了 就因為那個老佛爺 有些人這樣講 說老佛爺 想看看坤劇 但是坤的音 他不懂得聽 第一 滿洲人 第二 他學什麼 學普通話 學北京話 他不懂得聽 唱坤曲 那些江南話 他聽不明白 好了 那就要轉音 轉了做北京音 那就變成京劇 唱法不同 聲韻不同 再加上寫的內劇本 適合北方人 明白的東西 改了 就叫做京劇 就由那裏演變而成 和京劇好像有打北胎 要打 坤曲一樣有 一樣有 一樣有無聲 只不過 你講對了 京劇的武那部分 就強 就是強項 因為 滿洲人 說打 北方人 他就喜歡看這些 沒有 沒有 沒有長戲 多些 那比 京劇的 少的 不是沒有的 有的 那些 將軍 那些 出來騎馬 那些指揮 打幾個關島 有的 我看過 有關島 有的 但京劇不同 他要多些 為什麼 太后說喜歡看 那就多些 就是多些 人家打兩個關島 他打到四個關島 打到不止一個關島 兩三個人打 即他將場面 戲劇性的場面 加重了活動的元素 就不是紋 只是紋氣 沒有武器 沒有 沒有搶 畫那個大花面 也一樣 分劇也是 一樣有 但是京劇就好 後來發展 為什麼呢 他細緻 因為給皇帝看 更加要編劇 畫那個大花面 這個花面 是什麼人物 這個花面 定的 定得很清楚 都說在這方面 就有些改良的部分 細緻很多 唱那方面 手藝那些 就 昆劇 保留得很好 但是你說大花面 武場 那些 京劇那方面 有發展 等於粵劇一樣 粵劇發展什麼呢 粵劇的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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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字裡面有 有普通話裡面 他說這是官話 他說 那你做過官 那角色是官的 那些官話 那官話是什麼 當然是唱那些普通話 他加了兩句下去 好像很有官腔 我們粵劇打官腔 那粵劇 就變成粵劇的特色 有官腔 雖然用粵語來唱 但是他有點官腔 那這些是特色 那你說是不是特色 那你就再去研究一下 我聽那些人 我不懂做粵劇 但是聽粵劇的人說 他們也有創造過很多 那些細明的動作 是昆劇 是京劇沒有的 為什麼 可能那些廣東人的生活習慣 你加入了那個戲劇元素 就好 就是你不能夠說 完全脫光的 又不行 但是你有自己的本土 沒有所謂的特色東西 加入去 那就好 那你的劇會有進步 這就是戲劇方面 另外呢 我們說 版畫 其實我們去到宋朝 以前都是用整個版來印刷 都是可以的 版就是文字 就印書 你的圖畫就是版畫 但是去到活字印刷 就沒有了這件事 活動了 一粒粒字 停了一段時間 原來呢 去到明朝 為什麼用版畫 因為那些書有些小說 有些人小說 我不會看那麼多字 我沒有文學 我沒有那麼厲害 看西遊記 如果圖畫的西遊記 如果圖畫的西遊記 好看很多 就是現在漫畫 是不是 現在的漫畫的西遊記 是否更容易看 漫畫的佛經 好看一點 佛經我都不明白 看圖畫 都在講故事 所以就出了一些版畫 其實初初是插圖 後來就變成了圖畫書 即是我們可以說漫畫 漫畫就再變化成一種 另外 當時出的版畫 就是用一些正式的圖畫 畫了一個木板 印刷出來 就是它的版畫 初期的時候 版畫式 漫畫的前身 都很留下 可以說 既然有這個版畫出落 那些畫家也有 也不錯 譬如我們鄭板橋 有所謂揚州八怪 有羅拼 方子英 李禪 金龍 鄭板橋 黃臣 高祥 汪士臣 那些八位 那些揚州八怪 說他們的畫的創作 有一個非弱式的突破性的產生 因為他們畫畫來維生 那第一可能畫了一些畫 容易成為人家做版畫的 那些畫的方式 做得版畫 就是要市民大眾看 有顧客才行 要畫到很高尚 沒有人懂得看 沒有人明白你的 那就 對不起 要留下 遲些 沒有人買你 不定 沒有人發行 所以 成為了 應該說 一個 來源 紅樓夢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說紅樓夢 一說就不定 紅樓夢大家都知道 因為一個大家庭 大家族 講那個家族裏面的事情 加上鬥爭 原來我們現在講電視 那些公圍鬥爭 很多人喜歡看的 那些後宮 你說 紅樓夢那個大家族鬥爭 一樣好看的 所以很流行 那 那 曹雪勤 本身他有這樣的背景 他也是大家族沒落出來的 所以就寫得很好 又哭 又悲 啊 啊 啊 所謂千雄一屈 是不是 哭了啊 萬艷同懷 就令你有一種悲的感覺 那所以 紅樓夢要講上來說就很厲害了 現在 在中國就形容了紅鶴 那你說 他一本小說 成為一個文學科 文科 我認識有一位 他在北京大學 就是讀這個紅學 讀紅樓夢 拿博士學位的 現在就是來香港在朱凱書教書 我認識他的 我都聊天 現在呢 經歷了這麼久 研究紅樓夢的人 多不勝數 還可以研究 為什麼 你可能有新觀點 正是研究紅樓夢的菜式 大家不知道 聽過沒有 有人有些酒樓 弄個招牌出來 紅樓夢菜式 收費很貴 是不是很特別 很特別的 有些酒樓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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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貴的 很難吃得到 但是 你說 是否特別好吃 可能不是 是靠廚師 煮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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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好味 自己煮過 不是很懂 浸過 也挺好吃的 有的 漂亮的火腿 最漂亮的火腿 來浸蜜糖 要浸七天 這樣才吃 剛剛七天就好了 你浸八天九天就不行了 太多了 還可以吸收我 他是這麼講究的 紅樓梦裡面 講究 那些是什麼 真是大官員 大家庭裡面 的人 這麼奢侈 錢多奢華 想辦法去花錢 他就是這麼說 任何時期的社會都是這樣 不過 這就是紅樓梦好東西了 漢朝 如果你這樣寫 有沒有人看 可能 大家族 或者有私人 怎樣花錢去吃東西 沒有記錄 現在有記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現象